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就來到中醫館邀請了兩位特別嘉賓 第一位就是Mr.Hugh Chan 是一位註冊的中醫師 另一位就是一個非常資深的會友就是Gabriel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迎住這個21天的訓訓獸的活動 專程邀請了各位 即是很難得Gabriel邀請了 和中醫師一起分享一下有什麼減肥心得 和了解一下為什麼會肥呢 Gabriel又開始了 現在全球我們都知道很多人都很肥 又想訪問中醫師你 以你中醫師的角度 為什麼全球的肥胖現在的情況又怎麼樣呢 去到什麼情況 不如加一點點數據 其實現在從1975年開始 我們全球肥胖的人口已經是3倍增足了 這麼厲害 3倍增足很厲害的 又加上我們已經有19億的成年人本身 已經是有一個超數的問題 如果說到真的肥胖的那個階段的話 已經有6.5億的成年人 都會有這一點所訓練的 很厲害的 我也不知道情況這麼惡劣 那有什麼原因會導致我們肥胖呢 其實北韓都有幾個最主要的因素 第一我們平時飲食的時候呢 可能有些高業量的飲食啦 尤其是我們出去吃東西可能吃一些快餐 就是那些麥當勞啊 KFC啊 甚至乎那些 產生品 就是香港人的 適備的 就是吃東西的 方便嘛 最愛啊 他們簡直是 是的 而且呢 我們說有時候 有些公眾呢 是需要坐著做事的 例如的士司機啊 或者我們說 在寫字樓做事的那些白領呢 他們基本上全日都是個 坐 坐著一下肚子都坐出來啦 那其實就不單止這些因素 我們說情緒呢 都會影響我們肥的 有時候我們可能 人家比較焦慮啊 多事情想的時候 就不斷吃吃吃吃吃了 就吃到肚子都出來了 那就麻煩了 是啊 肥胖又會帶來什麼後果呢 其實肥胖呢 我們見到很多伴隨的症狀 就是譬如有那些 高血壓啊 糖尿病啊 膽固醇膏啊 那些三高問題呢 都是我們說肥胖的併發症來的 除了之外呢 我們說 可能會影響我們的個人自信啦 會沒有什麼信心的 是 我覺得肥胃出來就 就是 被人笑啊 成兩樣 發展得不太好 可能會有時候 有些社交障礙都會因而誕生的 那這個是其一啦 其實還有就是肥胖呢 可能因為肥胖呢 我們會加重我們身體的關節 那些損傷啊 容損啊 那些 那就會有些痛症 那在中醫的角度 肥胖是分什麼類型的 會不會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型的呢 其實中醫呢 在肥胖的層面上 我們分了五種不同的體質的 剛才我們說有皮膚型的體質啦 也有些胃熱的體質 有肝屈氣就是情緒比較不太好的 還有一些譬如氣血虛弱啊 一些我們說神虛引起的 有五大體質的 那我想你都可能會想知道 我們說會有些體質有些什麼 有什麼表性 有什麼症狀 有什麼症狀啊 就這樣表面都可以看到的 有些是可以看到的 不過我就說 逐個逐個幫你們拆解啦 首先我們說皮膚體質的一個肥胖呢 其實我們看看有些什麼表現呢 我們說可能會比較累些啊 經常覺得不夠氣 甚至乎口裡面呢 可能有一些黏黏理理啊 整個人很聚啊 很重的一些感覺 有些人有口氣呢 會不會呢 如果你說口氣呢 就不是現在我講這個皮膚了 反而就是摺下來 我們要講一個 胃熱型體質的一個肥胖 胃熱型體質的肥胖 有些什麼表現呢 可能說有些時候吃的 吃得不是很多 但是是不斷可以吃的 少吃多餐 甚至乎我們說 口氣會重些啊 面上面的豆豆會很多啊 面油又多啊 甚至乎我們說 可能摺大便的時候 這些大便可能有黏黏啊 黏黏黏了 還有很臭啊這樣咯 嗯 那再接下來 其實我們還有說 情緒不好那種 肝屈氣制型的 肝屈氣制型的肥胖 會有什麼表現呢 吃啊 唉 喊聲嘆氣啊 一想不開的東西的時候 就想透過吃東西去解決 不斷 就是剛才說了 這個很多啊 是啊 其實我們現在都市人 生活和工作壓力這麼大 很多人就是為了減壓 透過吃東西這個途徑 去希望可以抒發情緒 但是越吃越多 甚至乎去到什麼呢 我們說有時候 那些辣骨位會痛啊 或者胸口藝傳不舒服啊 這些都是我們 光屈氣制型的肥胖來的 嗯 那對了 還有其實兩種的 我先說一下 這兩種 一個就是氣血虛弱型的 氣血虛弱型的一個肥胖呢 其實可能像我們說一些 剛剛生完小朋友 我不是中年女士嗎 不一定是中年女士的 氣血虛弱 我就是生完小朋友呢 因為呢 生產過程呢 會去了很多血的嘛 那我們如果用中醫的角度說呢 氣和血的關係很密切的 當你的血去得多的時候 生氣都不夠 氣血不夠養不到身體呢 就會令到我們那些肉比較透些 那就會好像有些 是有些鬆 我覺得是這樣咯 不理了 有少少的 還有加一些皮血的 嗯 嗯 那最後就是我們說 腎虛弱的一種肥胖 那通常有腎虛弱的肥胖 這個呢 我們都是關於先天的事的 就是可能我們本身 自身免疫系統有些疾病 甚至乎我們內分泌不是那麼好 那就會覺得個人可能 臉會容易腫啊 甚至乎我們有時候 水腫呢 是由腳開始的 這些就是我們說 腎虛弱的一個肥胖的表現咯 嗯 那如果有很多種呢 就是引致肥胖 那在中醫的角度 會不會有些什麼湯水 又可以幫助下這樣呢 你作為中國人呢 每次都在講湯的嘛 幾指釋對不對 幾指釋 幾指釋 就是煮這個湯水的 最適當的方法 就是找回你的中醫師 或者是找回一些相關的人士 問清楚自己是什麼體質先 然後才再用這些湯水呢 效果會非常好的 好啦 那我逐樣逐樣講啦 如果好像我們說 人比較皮虛啊 就是剛才說 人沒什麼精神啊 很弱啊 那個情況呢 我們會介紹一個叫 健皮化濕湯水 那它裡面其實呢 你可以用一些腹齡啊 五指木桃啊 扁斗冬瓜皮 這些中藥 再加上一些豬肉 瘦肉 放進去煲湯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那個 gram數啊 或者是我們說 應該是怎樣去煲的話 一會兒呢 我會傳給你們的 那你 那自己就可以跟著那個廚房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 皮虛體質的 就是剛才一個叫做 健皮化濕湯啦 那如果它的胃熱 比較厲害的 就是剛才說 麵上面的豆豆比較多啊 還有那個麵油分辨 很厲害的話呢 青少年那樣 是啦 除了 首先大家要介紹一下 介紹是第一的 第二 我就要介紹一個叫 荷葉減脂茶 荷葉減脂茶裡面有些什麼呢 當然有荷葉啦 跟著加一點點二米 一些山渣 這三樣東西 丟下去一層焗水 那就可以了 很簡單 不用加糖的 不用的 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說很寡的 我想吊一下味 加一點點糖水 是OK的 但是大家記住 大家想減肥的嘛 如果想減肥 你還要加糖的 那效果就會事本功倍的 是的 那還有我們說情緒不好 有肝屈氣就是型的 再重溫一下 肝屈氣就是型的 肥本就是可能有些 牙齒一肋 就是不斷吃東西的 不斷想吃 透過吃來抒發這個情緒的話 我就介紹一個解屈減脂茶 解屈減脂茶裡面會有些什麼呢 首先我們會有些 玫瑰花 活理花 用蒸藥就可以了 可以不可以 滴一些蒸藥下去 其實都可以 喝茶就內外兼備 這些就可能加給你們 專業一點去講解 玫瑰玫瑰 沒有花的時間就用蒸藥咯 那如果我們說用一些杞子 剛才還有一些玫瑰花 一些都是我們說疏光解屈的 一個可以幫你離開其他東西的 一些中藥呢 加茶 焗水一起喝 這樣就會令到我們的情緒好些 所以情緒好 你就不會想再透過飲食 去令到自己 暴飲暴食 減壓 好 跟著還有一隻 氣血虛弱型的 即是個人可能剛剛 大病完 即是很多人現在是中了新冠的 中了新冠之後 一些個人好 是啊 那個藥 那個氣比較弱一點點 或者我們會剛剛生完小朋友 那些氣血都沒有了 那我們如果想去補的話 去令到自己沒有那麼肥 用什麼藥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八珍湯這件事 有啊有啊 八珍湯這件事就是我們中國人留到我們的前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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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八珍湯它是我們中醫一個很典型的藥方來的 它本身是可以幫我們補氣補血的 它裏面的成份呢 其實都是我們說一些 黨參啊 八珍啊 復靈啊 甘草一些 液氣炎皮的藥 補血的藥 比如有些當歸啊 屬地啊 白鳥和村公 一些都是行氣活血 補氣血的 甚至乎這一個我剛才說的八珍湯 出表坊間買得很容易買到的 氣血相補的話呢 我們如果那個營養可以去的話呢 那就不會那麼容易肥胖的 對了 最後就是我們剛才說的腎的虛體質 一個可能本身天生免疫疾病啊 內分泌濕條啊 一些症狀引力的肥胖呢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補腎 補腎和化了個痰濕 這樣我們裡面內環境一穩定呢 就可以會令到不那麼容易肥啦 裡面其實都是有一些 稻種啊 牛膝啊 巴激天啊 甚至沉皮赤小豆 加上豬肉和瘦肉一起放進去熬湯 這樣呢 其實就OK的啦 我提醒大家 不需要擔心錯誤的 我待會在留言區再傳出來 這樣就最好 可以貪心一點呢 五個匪胖混在一起嗎 當然不行啦 因為我剛才說的嘛 不同體質的就配不同的湯水 記住 對啦 因為我們說呢 如果你的體質本身都不是那樣東西的 你就去熬第二個湯水的話 有機會會影響體質 會令到你越減越肥 對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中醫說 辯症輪子那麼重要呢 就是這個意思 嗯 那湯水呢 我們除了湯水 我們就是 中國醫術都很厲害的啦 也有月位啊 那可不可以講一下 我們中哪個月位去按摩 會令到我們容易減綁或者排毒啊 成這樣呢 其實如果呢 我們嚴格來說呢 要真的講減肥的話 我們都是要辯症輪子 就是按照剛才我們說的幾個 正營啦 然後再去慢慢去分開我們應該按什麼 魚位的 但是 可以搞一些比較簡單的 保健魚位 還有我們大家隨手都可以很容易摸到的魚位 這樣大家去長期按摩一下這些魚位的話呢 都可以幫到大家減肥的 那我這個是人仔啦 你看到很多月位在上面呢 嗯 那首先 我就講一些 在肚上面的月位先的 我們說呢 第一 天書語 天書語在哪裡呢 其實如果天書語 我們大家一起找呢 首先我們要指著自己的肚詞 我們的肚詞在這裡的 肚詞在這裡啦 然後天書語呢 有兩個 分別在肚詞的左邊和右邊 大概四隻手指位置 我們可以一起摸一下好嗎 一起摸一下 天書語在哪裡呢 肚詞在這裡 然後大概旁開兩寸 即是大概三隻至四隻手指左右 這個位 天書語 左邊和右邊割一個的 我們可以輕輕游按一下它 因為我們說現在這些月位呢 全部呢 都是在肚附近的 那直接去游按它 可以促進那個胃的 肚皮上面那些月位的氣力走 它走得好的話呢 我們也是幫到消脂的 甚至乎我們說這些月位呢 都可以幫你舔水 令到肚欄會瘦一點的 廣間有些按摩棍呢 會不會容易一些呢 一摸下去就搞定 當然啦 其實我們說呢 按摩棍下可以幫你 在你力度不夠的時候 去摸一下都可以的 因為你女生有很多時候 指甲很長的嘛 嗯 按摩棍會很容易一些的 如果我們按摩棍的話呢 我們不是用指甲這些 我們通常用指腹這個位置 是啊 但是你指腹你指甲躲著的 對 你可以看我會調一條的角度 在旁邊這樣 右按下去 嗯 其實這個是第一個 天書月 一會都會更新給大家的 是 在一個肚池隔開 兩寸左右 大概三至四隻手指位置 這個是我們天書月第一個 然後要介紹一坨的月位 第一個叫水份月 水份月呢 它就是在肚池 都是肚池的 你會發覺我現在摺下來 來說的月位 都是在肚池附近的 我們肚池在這裡 水份月呢 其實就exactly 在肚池上一隻手指左右 這個叫水份月 它本身有一個 利水消腫的功效 所以有時候 我們說有時候 飲食吃了太多東西 會容易浮腫 累的話 多按這個月位 其實可以幫你燒肚腩 甚至乎 配合剛剛天書月 一起按的話 我們可以收到 縮兩邊的 比較透的 嘩 正 我們一起按一下 肚池 然後對大約上 一隻手指上一個位置 這個就是水份月 是 水份月 多一點 都是右按一下 就可以了 其實除了水份月之外 我們說 上少少 都是肚池 肚池 上四隻手指左右的位置 我們叫中腕月 中腕月 其實它本身 我們說是一個胃的合月 它是可以幫你 令到胃的氣肌 走得好 胃消化好了 這樣令到 平時有時候 飲食上 有人會不知道 什麼時候停的 吃得多 又會容易滯 吃得少的話 又好像不夠喉 有時候 是因為我們胃的氣肌 走得不好 所以如果我們 按多些 中腕這個位 肚池 對上四隻手指左右的位置 這個中腕月 即是我們說 那些大隻佬 不是有四排腹肌嗎 剛剛好 剛剛好 在上兩個洞 那個洞 按下去 這個就是我們的中腕月 剛剛選了三個月 水份 天書 和中腕 這些都是針對肚 和胃的月 接下來再說 腳下面的月 首先 有沒有聽過 那竹三里這個月 有的 我經常都聽到的 竹三里 我們說是一個 補健月位 它功用很多 可以健脾、益氣、補氣、補血 甚至乎 吏水消臭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竹三里的位置在哪裏 竹三里其實我們說 在菠蘿蓋 菠蘿蓋 即是我們說 這個就是 瘕骨 菠蘿蓋 這個位 大概 用四隻手指 放在菠蘿蓋 凹在眼位 放上去 看見到大家 我用我的腳 對了 然後我們說 前面有一個很硬的骨 這個我們叫做 筋骨 然後大概 旁開一隻 拇指的位置 對了 這個月位 按下去 是不是有點彌彌彌彌彌彌 是的 這個位 就是竹三里 這個月位 其實是一個補健月位 我們說 就算平時沒什麼事 去多游按 都可以幫我們 達到這個 燃燃益獸 健脾 補氣的效果 這個月位 如果你多些 游按下去 長度消化好些 水份 去得好些 會不會那麼容易水腫 甚至乎 都可以令到我們 運動表現 有時候吃東西 那方面都會有些改善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 我要介紹一個叫 陰靈泉的月位 陰靈泉 我們說它本身是一個 陰莖的月位 來的 它跟竹三里好似 不過呢 它就是在膝蓋的內側 這個月位 要找一下有些取巧 首先呢 其實我們要摸到 我們腳的內側 內側這個 腳裸的位置 然後 腳尖 沿上的 推上去 一直推到 接近菠蘿蓋的位 理論上 你會感覺到 有一塊位 位置是 堵住了 不能再按上去 這裡有個孔 長期按下去 這個就是陰靈泉月位 陰靈泉這個月位 因為我們說是陰靈 三條陰靈的加匯點 都是 它可以令到我們 離水消腫 滋陰健脾 即剛才我們說 可能有時候 鮮天內分泌不好的話 多點按這個月位 都是有幫助的 尤其是陰靈 在中醫角度 水是屬陰的東西 如果你多點游 你的水 不要身體內 積留那麼久的話 你個人就會容易 可以去到那些 所謂的 不要髒的東西 好了 找到陰靈泉 我找到 對了 按下去也挺陰暈的 陰靈泉 你找一下來看看 陰靈泉 我們說 內拿尖 然後沿著這個骨 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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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到這裡 對了 這裡有個位置頂月座 前下方這裡應該有個凹位 剛剛凹了的 對了 按下去 其實都很酸痛的 這些月位 有時候我們說 甚至乎女士 有些可能 上了年紀 更年期的問題 多點游按下去 都ok的 對了 既然我們找到 剛才一個陰靜的月位 再教大家找到一個陰靜的 同樣是陰靜的 同樣是陰靜的月位 哇 那麼好啊 明眼 養血 還有我們說 有時候可能 臉色不是那麼好啊 或者我們的 月經不太準時啊 情緒壓力大啊 心慌啊 潮熱啊 那些的話 那麼多些都好 那三陰靜的月位 究竟在哪裏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 我們腳裏面 內側那個位 內裸尖 跟剛才一樣 這個叫內裸尖 就是那個位置最尖的地方 對了 然後 就大概 上四隻手指的位置 放上腳 裸尖上面 對了 放上去 然後你會按到一個骨 和後面有一條筋的 骨和筋 中間交界位 那個粒位 就是三陰靜的月 找到嗎 嗯 我幫你找一下 我們拍一拍鏡頭 拍一拍過來 拍過來這邊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內裸尖 最尖端的位置 然後 大概三至四隻手指 我們放上去最尖的位置 對了 去到這裏 你會摸到一塊骨 和後面有一條筋 的膠界 中間這個 凹了下去的位置 就是三陰靜 你試試按住它 這裡 對了 嗯 入少少 入一點 這裡 哦 是不是很軟啊 是啊 感覺完全不同 剛才的位置 對 因為你按這個月位的時候 你很快就會感覺到 氣血腸痕快很多 嗯 這個位置 其實都是 剛才說過的 女士尾眼 養公 甚至乎我們一些 父方問題 多些案 都是有益的 最後 較多一個 都是很大腦的月位 有時候我們說 吃太多甜的東西 會很容易惹到痰 很不舒服 會吸 在中醫角度 如果我們的肥胃差 混化不了的話 就會很容易生濕和痰 有痰濕的話 它也是令到我們會肥胖的原因 我們中醫說 瘦肥人 多數是痰濕體質 如果我們想令到個人沒有那麼多痰濕的話 就是健皮化濕的 跟剛才一樣 其實觸三里都可以 但如果我們想再加強這個效果的話 我們可以按一個叫蜂龍的月位 蜂龍在哪裏呢 剛才我們全部都是一些陰莖 在腳內側的月位 除了觸三里之外 其實蜂龍這個月 和觸三里是很近的 應該就是這裏的 我們一樣 首先我們找到我們的菠蘿蓋 裡面 外側的洞 就是這裏 對 這個位 然後我們說跟外裸尖 即是剛才一樣 尖端的位 連線 的終點柱 即是由 我們可以 看一隻腳 又要鬆腳 又要鬆腳出來 我們這個位 燈骨的內邊這個粒位 還有外裸尖 這裏 連線 剛剛好 在中間這個位 這個就是蜂龍穴 蜂龍穴 其實我們說 常用於一些痰濕比較重的病人 有時候我們如果說 我們有些濕疹 甚至乎 可能是因為痰濕太重 令他睡不到覺的話 我們都會在蜂龍穴這個月位 有時候下針 甚至乎按摩的話 健脾化濕 可以令人不太重 甚至乎 我們說 可以淋水 令你的腫子 都會燒熱 對了 不如我再 剛才說了這麼多月位 我再幫大家重溫一次 好嗎 即是這些月位 按得多 就會快些代謝 是的 行得好些 就會容易些收 沒錯 沒有那麼多 織制 嗯 對了 我再重溫一次 首先第一個月位 就是天書 天書 土匙 旁開 鞋辣 大概 三至四隻手指 兩個天書月 然後 土匙對上一隻手指 我們說水分月 再上三至四隻 即是大隻佬的腹肌 中間的洞 中腕月 對了 三個 然後 大腿內側的 第一個 陰靈泉 這個 腳裸尖 一直上去 去到頂住那個位 陰靈泉 另外 內裸尖 上三隻手指 在筋和骨中間的月位 三陰膠 美女 即是最喜歡的月位 外側的 我們說 竹三尾 補健月位 平時沒有什麼事 多些按摩的話 也可以延年益 受身體健康 在菠蘿蓋 三隻手指 放下去 在骨頭頂住的位 再旁開一隻手指甲的位置 那個就是竹三尾 最後 楓龍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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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這個外裸尖 和剛才說的崩骨 外側的洞 連線終點柱 這個位置可以健脾化濕 尤其是那些可能會有我們說虛半 常常覺得水腫那些人 那些人 那麽多些 剛才說的兩個月位的話 就可以一對幫你消腫的 嗯 都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是啊 那講開去 那些月位按摩 那其實我們都有一些 就是 現在我們都有一些按摩 又可以 就是四半功倍的 那你按摩 那你就這樣按摩 那我們會有一支專門給我們做按摩 都可以說是減肥的 其實我都用了成 我想我喝了五六年起碼的了 那我就 我每晚洗澡 我都會 我還未懂像你這樣按摩 那我今晚回去一定會加上 按摩 是的 會加一些熱的成份的東西 會更加可以走 會走個月位走得好 那我呢 那我帶了幾支 油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樣 那這個純粹是我的個人 我知音話機表 那我看看你 對不對 那這個我會做一個底油的 那我另外呢 我會用一個 有支 Cypus 那這個因為 主力它是去水種的 那另外我會加 Gray food 那其實這兩個是我的膽來的 那我會用這兩個做膽 那我會再 有時候我會加 黑胡椒 黑胡椒 燒芝很好啊 是的 那有時候我就會轉一下 我又不會長期都用一個配方 有時候我會用Panel Panel 是的 那我會 有時候只用兩支 那我就會不停轉 那我用法呢 我就會 我不會倒下去的 我會 就是通常我會拿30ml出來 然後我就會加 那些精油 我可能會用八滴下去 這樣 用了30ml 那我又會用另外30ml 就是第二個配方 這樣 那這個我就長期用 那變了配合那個月位呢 你就會更加是換屋 更加有效果 多謝陳醫師分享 又多謝Gabriel 那今天真是獲益 獲益良多 很多很有智慧 還有我們會努力去實現 希望幫到大家 是的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